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和目标保持车距 网冲明白 网冲明白 这个曹红亮在搞什么鬼啊 已经兜了三个大圈子了 钓过鱼吗 我告诉你 大鱼咬过以后啊 要在水里把它拖累了 然后再拉上来 看头 现在不是我们在拖鱼 而是鱼在拖我们 要有耐心嘛 探头 探头 我是网冲 请讲 目标在美美火锅城没口停下 是美美火锅城吗 对 目标进入火锅城 目标进入火锅城 严密监控 另外派人看一下 火锅城有没有后门 千万不能让目标再溜掉 网冲明白 网冲明白 这 这 这 电话 快接 喂 喂 华鲁鱼啊 我们现在在美美火锅城 给你两个马上过来 美美 美美火锅城 核华丁包厢记住了 快点 快 别带其他人 探长 他们在核华丁包厢里 核华丁 好 走 咱们到家先下车 你别看一下地球 探 探长 我想上 上厕所 什么 上厕所 火锅城里应该有 不 不 不 我就不陪你们了 我 我家里头有老 老娘 我还没 没娶媳妇呢 我说你啊 你不要紧张好不好 我们大家都会保护你 扣子和曹洪亮都从来没见过你表哥 因此我们还需要你的配合 我不去 曹洪亮有枪 黑漏漏的枪 我怕我 你不用怕 曹洪亮有枪 我们也有啊 子弹又不长眼睛的了 我把我的防漫衣给你 小乔 你不能脱 还是把我的给他吧 我这件是新的 穿上准没错 好了好了别争了 拿去拿去 大家抓紧时间 那谢谢探长 好了好了 走吧 那么大家不过来去 我先把火锅城外面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 它的位置属于浦东比较繁华的路段 左面有一家超市 右面有好几家服装店 它的店面是临街 本考正好是一个公交车站的停靠站 有三条公交线从这里停靠 这还不包括中巴和出租车 人流量和车流量都非常的大 曹洪亮一旦逃出来是很容易脱身的 因此我们必须来个问中作变 那我再说一下里面的情况 是这样的 火锅城的营业面积呢 大约有一千多个平方米 门一进去就是大堂 大堂里一共有十九张桌子 每张桌子下面的煤气管道都是连起来的 这万一开枪或者起火都非常容易发生爆炸 很危险的 而且现在店里的人很多 顾客当中啊 还有老人孩子 还有孕妇 这些对我们的行动都非常不理 探长 你看能不能再等一等啊 对 的确这里人多眼杂的对行动很不理啊 但是时间拖得越久 潜在的危险性就越大 所以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战绩 对 我同意探长的意见 火锅城作战有必但也有利 环境复杂 容易当曹洪亮思想麻痹 人多更能掩护我们的行动 再说 刘总命令我们限期破案 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是 小主哥 你先说说包厢的情况 好的 包厢在大堂里面 有一排屏风与大堂隔开 包厢一共有五个 何华丁在右手的第二个 包厢的门都是关着的 每一个包厢都专门有一个小姐服务 我来补充几点啊 这个火锅城没有后门 包厢的左面就是厨房和配菜间 老板是四川绵羊人 厨师和服务员加起来共有二十多个 多数都是四川人 只有几个是本地招聘的 对 这包厢有窗吗 有 有窗 但是外面都装着防盗的栅栏 他要逃跑的话应该不太可能 好 时间很紧 赶快分下工 刚才我看 大堂的中间有条通道 是包厢客人进出的必经之地 咱们必须把这条通道的两头掐死 小乔 李队长 你们各带几个人 分左右两桌坐 等我和曹弘亮他们出来 小乔你立刻举杯为号 向李队长敬酒 然后咱们来个三面夹击 抓住曹弘亮 明白 苗团长 曹弘亮穷凶极恶 是个亡命之处 还是我来当这个表格吧 不 李队长 我去比较合适 你说话有安徽口语 万一给他发现了就麻烦了 你放心 我保证把曹弘亮交到你们的手中 探头 我呢 旺冲 你带人坐一张靠门口的桌子 要堵住曹弘亮的退路 朱国平 在 你负责守住外面 以方万一 好的 明白 好 大家看头清楚 欢迎光临 这人 这有意味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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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老跑 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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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说小姐 我听说你退了好不好 别开了 等你慢进了 好的 小姐 小姐 我这来一个老爷 这时候 曹弘亮和寇子 已经坐在了火锅城的一个包房里 焦躁不安的等待着胖头鱼和他表哥的到来 请问先生 你们可以点菜了吗 你烦不烦呀 两个人还没来呢 等一等 等一等 哎 扣子 那个姐把嘴子怎么搞的 都快把点了 他还没来 哎呀 曹大哥 我哪知道呀 他 哦 饿了是不是 要不咱们先点菜 来来来 算了 这个孔跳好像不太好嘛 小姐 你们还有没有憋的宝藏 有是有 但已经被客人定掉了 什么被客人定掉了 你这换一个行不行 要不然我们走了 对 哎呦 哎呦 这位就是曹大哥吧 哎呀呀 你是扣子兄弟是不是 哎呀呀 你看你看 对不起对不起 路上交通实在是 塞车塞车 来晚了 是不是 你看 这这 这就是我表 表哥 表哥 哎哎哎 都是自己人啊 哎 别这样 别这样 来来来来 来 走走走 来来来来 我给你点哈 给你点哈 小姐 来来来 站在那干嘛 点菜了 来呢 你们还换包箱呢 哎呀不换了 快点上菜吧 请问先生 你们要什么锅顶呢 这个 哦 呃 表哥点 来来 那个 表哥点 表哥点 对对对 那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哎 哎 我看看 来个海鲜的吧 啊 海鲜 啤酒呢 啤酒 啤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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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先来两瓶 哎 哎呀 小姐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四个人 你看着上 好吧 别印象我们手 去吧 去去去去 不叫你别进来啊 小大哥 扣子 咱们都是自己 哎 有什么话你们尽管说 我这个表弟啊 以后还要你们多多照 看你说这话表哥 你表弟啊 给你锁了吧 我想到外面去床床 你能把我送出去吗 呃 这个 得看机会 哎 那最近有没有机会啊 小大哥 你应该清楚啊 这个事得冒很大的风险呢 不是我一个人 说了算的 哎 是不是啊 扣子 把钱拿出来 哎 好好 哎呀 哎 我说表哥 全在这儿了 啊 兄弟 这是五万块 你先拿着去打点 我的事就拜托你了 越快越好 呦 那那那我就 我就不客气了 用不到客气 看这处啊 兄弟 你是个爽快人 对 什么时候 能给我回营 哎 这个 今天晚上吧 行 那咱们先吃饭 吃完饭 你就去办你的事 嗯 小姐 上菜 快点 哎哎哎哎 哎哎哎不急不急不急 哎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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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肥肥肥肥肥肥肥牛肉是吧 哦 肥牛肉我最喜欢吃了 表哥喜欢 来去去去 再加两个 再加两个 好好好 快点 快点 吃吃 好好好 来来来 来吃吃吃 吃啊 吃 吃了快 吃完了干办 是 这个表哥 来来来来 干掉干掉 来干干干 出自卸面啊 好好好 尖干为敬 来来 啊 啊 哈哈哈哈 嗯 嗯 嘿嘿 好玩吧 哎 我救给你 我救给你 我 有请 要不要加一点 来来来 加点 谢谢啊 哎 小姐 哎 你看 旁边那座有两个孩子老是跑来跑去的 饭音要是烫着了 这可不是闹转吧 我现在去跟饭音家长吃哦 啊 哎 你们别愣着 吃啊 不吃就浪费了 来来来来 吃吃吃 来 曹大哥 扣子 嗯 咱们 得干一杯 干就干 不行了 兄弟 我不能喝了 啊 哎 我扯大哥 我看你都没怎么吃嘛 哎 啊 你们吃吧 你再客气了 哎 我有点不舒服 哎 我想 先走一步 扣子 走吧 哦 哦 那个 不舒服 不舒服 先走一步 哎 我看也吃的差不多了 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 那也行 哎 哎 兄弟 我的事就拜托你了 哎 没问题 哎 等事成之后 我再好好的谢你 哎 不 包厢的门摊 曹红亮和扣子走了出来 苗震和胖头鱼跟在后面 乔丽娜手里举个酒杯 正想站起来 这时候忽然从门外跑来一个孩子 竟然是甜甜 妈妈 我要吃这辣火锅 快进来 好好好 来吧 来吧 甜甜 她怎么来了 警警们刚要行动 曹红亮似乎发现了什么 猛的像只恶狼 扑向了毫无防备的甜甜 哎 哎 小姑娘 你来得正好 妈妈 妈妈 天天让救我 你放开 天无绝人之路 都让开 要不我就杀了他 爸爸 妈妈说你是我的爸爸 你就是叫天皇老子也没用 赵红亮 他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让开 再不让开 我就开枪了 妈妈 你不要杀我 要不我开枪了 你不要杀我 天天 妈妈 女儿的哭声没能唤醒曹红亮的人气 他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 一手拿着枪 一手拖着甜甜朝门外走去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苗镇抓起旁边桌上的一瓶啤酒 从后面往曹红亮脑袋上砸去 与此同时 诸葛平奋不顾身地扑上去 夺曹红亮的枪 乔丽娜则又一次把甜甜紧紧地抱到了怀 阿姨 阿姨我怕 不怕不怕 阿姨在这里 走 把他带走 他不是我爸爸 曹红亮 你这个畜生 诸葛平的手指死死地顶住了扳机 曹红亮根本没有办法开枪 苗镇将曹红亮摁倒在地 迅速给他铐上了手铐 火锅城的顾客一开始都愣愣地看着 这时候糟动起来 好怪而为关 危险了 危险了 大家不要慌 我们是刑警803 在这里执行任务 探长 你看 他的裤袋里 还有两只弹夹 二十三发子弹 收紧 好的 他们是803 老早我在传播里听到过的 刑警呀 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 我就看到那两个刑警 刷刷两下子就把那个小子给逮起来了 手锅靠起来了 坏蛋 手里还有枪呢 万一开了枪 可不得了了 太头 车来了 咱们走吧 老板 对不起啊 咱叫你们做生意啊 这瓶啤酒的钱 那我来赔吧 不不不不 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要不是你们来啊 这里说不准还会出人命呢 那我们走了 小军 来 把他拖到车上去 真够臭的 一股尿糟 人都到齐了吗 李队长 李队长在那边打电话呢 喂 厅长吗 是我 我是李雪强啊 哎呀小脸子 辛苦了啊 厅长 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啊 我曹洪亮抓住了 哦呦太好了 那请我谢谢803的同志们 谢谢上海人民 是 我一定肯告 我呀 马上给电视台打电话 让他们在电视上插播字幕 这下咱们全省的人民 可以安安心心的过新年了 是啊厅长 厅长 我打算连夜把曹洪亮押送回来 哦 那好 那那你就辛苦了啊 哎 再见 好好 再见 哎 你们听 这谁呀 这么早就放鞭炮了 是啊 哎 李队长 哎 快上车吧 哎 小队长 我们厅长 让我代表他感谢霸凌川的同志们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了 别客气啊 说不定我们什么时候还去麻烦你们呢 对 走 回去一起吃东西吧 好 刚才我看你们桌上都没动啊 是不是还饿着 不了 你要探长 我想马上把曹洪亮押送回去 那好 我理解你的心情 小剑 先送李队长 好吧 哎 探长 曹洪亮想跟他女儿说几句话 说什么说呀 刚才差点把自个儿女儿给害死 小李娜 嗯 这个徐晓晓晴和田田呢 刚才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他们说不想再见到曹洪亮了 已经走了 田田 田田 我该死 我该死呀 小剑 加油 小剑 我该死的 谁 感谢观看